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吧 我听咱们小区的张老师说 解决不掉病因 疾病就会反复 要不我们咨询一下他吧 你说找不到病因 疾病就会反复 那我们去医院体检 不就是去查病因吗 我讲的病因是他在生病前的生活坏习惯导致的 医院的体检是查不出这些生活坏习惯的病因的 只有病人自己才知道 那这个疾病为什么会反复 还很难治 别着急 你们先听我讲一个故事 刚才两个问题的答案 我都会告诉你的 好吧 康迪 康迪 能量开启 超现实模仿空间 哇 这是哪里 快看 那条鱼不行了 快 撒药 给那条鱼撒药就好了 呀 怎么其他的鱼因为撒药受害了 这是不是副作用 大家看看 当某一条鱼生病了 不停地撒药有用吗 撒的药只能暂时治好一条鱼的病 其他鱼的病因为这些药受到影响 长得慢了 绑肚子了 有这种情况吗 妈妈 每次我肚子一疼 您就给我喝药 这不就和 给这鱼池里撒药一样吗 都是只能暂时 暂时让肚子不疼 而且每次吃了药 我就不想吃饭了 这就是副作用吧 哦 哈哈 乖孙子可真聪明 爷爷之前怎么都没想到呢 这里有条小鱼已经死了 我直接把它扔掉吧 团子爸爸 你扔掉了这条小鱼就能解决问题吗 那为什么别人家的鱼池里的大鱼小鱼都非常健康呢 爸爸 我们帮其他同学肚子不痛 就我肚子痛 这不就是我的鱼池里的小鱼生病了 别人的鱼池里小鱼却很健康嘛 哟 快看 那条大鱼也犯肚皮了 这条大鱼快不行了 让我把它换掉吧 咦 这是怎么回事呢 撒药 扔鱼 换鱼都不行 那我们怎么才能把鱼池的问题彻底解决掉呢 快水 把水池变干净 其实 我们的身体就像这座鱼池 这些大鱼就像我们的五脏六腑 而这些小鱼就像一些小的器官 如果不调节好养鱼的水 只顾着去撒药 扔鱼 换鱼 那问题就会没完没了 永远也解决不完 就像我们生活中 撒药就是吃药 扔鱼就是切除小器官 换鱼就是换脏器 其实 只要让血液干净 鱼池的问题就会解决 耶 太好了 鱼儿们都恢复了 团子妈妈 刚刚不是说去医院不就是去查病因的吗 那我问问你 这个鱼池里的垃圾是谁扔的呀 仪器是查病的 不是查病因的 真正的病因是在生活坏习惯里 这些鱼池里的垃圾是生活里的坏习惯造成的 团子 肚子疼之前 你干了什么 是 是 是我自己 我昨晚偷吃了冰淇淋 吃了好多 我今后再也不乱吃东西了 这就是团子肚子痛真正的病因 如果不改掉这个患习惯 下次这个疾病还是会反复 您这么一说 我确实想起来了 我的孩子每次就是一吃肉积食了 或者吃太多凉的东西了 就会肚子痛 我懂了 原来疾病爱反复 是因为每次我们只想着去治鱼的病 却从没想过去换水 水一直是脏的 鱼当然会反复生病 张老师 谢谢您解答了我的疑惑 团子 张老师把康迪送给你 以后只要遇到健康方面的问题 只要按下康迪身上的召唤按钮 张老师就会来帮助你 太好了 康迪太好玩了 谢谢张老师 健康经济来咯 你们现在明白了吧 西医治的是人得的病 也就是给得病的鱼看病 而中医调的是得病的人 也就是调有问题的鱼池 也就是整体 通过调整体就解决了每条鱼的问题 但到底是质还是调 这个要大家自己选择 那我们应该怎么调呢 我们有两个调 一个调是调理习惯 不再往身体里扔垃圾 另一个调是调理身体 去除身体里的垃圾 让身体环境变干净 大家记住了吗